做表格的时候记住 先把表格画起来 再来把表格里面的文字填上去 文字都打完了 再来把表格学起来 来设定里面的文字 我们就是一到这样的程序下来 一步一步的 等一下我们一分钟以后 就开始先从设定来左手 所以呢 如果你表格里面的字 这些字还没打完的 稍微加紧一下速度 或者你着量的把字减少 比如说校友 你去打个友这样就好 学生就打个学这样子 依此类推 把你的字啊 着量的先减少一下 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边 没关系 有空 你再慢慢练习打字 好吗 你可以看一下的要求 他除了文字设定以外 接下来他设定要要求 放在格子的正中央 再储存格的正中央 去哪里设定啊 去哪里设定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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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照的要求 首先把表格先选起来 刚刚呢 我们已经有大概跟各位讲一下怎么选到表格了 对不对 左上角的小框框点一下呢 就算选到表格 选到了表格里面的字也就算选到了 先到上面来设四级的大小 好 接着呢 再到字型来选标台体 好 接下来呢 要红色的文字 黑色 不好意思 黑色的文字 黑色的文字 出体 出体 点一下 有了喔 好 再来喔 位置啊 是在储存格正中的位置 所以请各位到上面来看到表格工具这四个字了吗 表格工具这四个字 就是你要把表格选起来 上面呢 才会跑出表格工具这个标签出来 然后呢 在表格工具的下面呢 有一个格式这个标签点进来 格式这个标签点进来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 在格子的正中央的位置 指的就是这一个 在对齐方式这里 在对齐方式这个面板看到了吗 就在格式这两个字的正下方 有九个格子 有没有看到 九个位置 我们要的正中央的位置就是正中央这个 卧的呢 他把表格啊 卧的 他把每一个格子呢 分为九个位置来放文字 各位看一下黑板 卧的呢 把每一个格子哦 每一个格子 他都有把它区分为九个位置 按捏 哦 我们叫九宫格啦 我们简称为九宫格 你看 这是一个格子哦 我们叫储存格 哦 这个格子叫做储存格 每一个格子通称为储存格 每一个格子呢 握的都把它分为九个位置 有没有 比如说你可以打在这边 一二三 你可以打在这里 一二三 那正中央就是在这边 这一个就是在正中央的位置 我一二三这几个字呢 就在整个格子 这格子的正中央 这叫做九宫格里面的正中央 水平至中 垂直至中 正中央是这一个 所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有九个 九个按钮 各位看到了吗 这九个按钮 它有九个位置 就对应到这九个按钮 给你按 看到了吗 这九个按钮 九个位置 你看你要哪个位置 就把那个位置 这个按钮按下去 那个文字呢 就会放在那个位置上 那我们现在要求在正中央 所以就是选正中间这个 对齐中央 看到了吗 就这一个把它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点下去啊 你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字 就通通的都在正中央的位置 有没有 都在正中央的位置 那基本上 各位呢 请看一下 我把画面稍微的多小一点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呢 你要在你的文字 这个表格当中 文字呢 要在格子里面的位置 你要怎么设定呢 就是依照我刚刚讲的 你在这九个位置当中 来做个取省 看你到底要把你的东西 放在这个九个格 九个位置里面的哪一个 通常 比较多的就是正中央 正中央 ok 好 那接下来下一步 他说啊 请制作表格 一定有表格 五格线 同学我请问你 现在是不是有一格一格的格线啊 没错啊 那我们现在呢 他请我们把这些格线 不是删除喔 不是 只是把这些格线的颜色拿掉就好 把颜色拿掉就好 怎么拿呢 来各位请注意看 一样请你先选到表格 一样请你先选到表格 那在把这个表格的颜色啊 框线的颜色拿掉之前啊 我要请各位呢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设定 各位注意看 我们现在这个表格是不是 你看喔 我们现在这个表格啊 是从最左边这个边界 一直充满到最右边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 我们上面的讲义 它好像不是这么宽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前面而已 你看像我们的 我们的资料 这两行 它并没有充满到这边啊 你看 像这个教职员 就跑到后面来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其实教职员 大概是中间位置而已 好 是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跟它不一样呢 好各位 那是因为现在的表格 现在的表格 叫做什么 叫做四窗的宽度 就是从左边界 一直充满到右边界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呢 不用那么宽 不用那么宽 我们来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往前 往前调整 那要怎么调整呢 来各位 你跟着我一起做 这个呢 我们没有写在上面 但是呢 我们就是请各位呢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一个调整 来 请看 好 一样 请你把表格先整个选到 请你把整个表格都先选起来 好 把整个表格选起来之后呢 请你到上面来 这里有一个回到我们刚刚的格式 记不记得 表格工具这个标签的底下 这个格式这里 进来以后呢 往左下角看下来 有一个自动调整 看到了吗 有 你把它按下去 自动调整 按下去之后呢 里面有三个选项 有没有 各位你选第一个看看 自动的调整内容 自动的调整内容 我们按这个下去啊 看看结果怎么样 好不好 自动调整内容 按一下以后啊 有没有发现就 他就往前说了 有没有 有 有 所以呢 如果将来各位的表格 没有要充满左边到右边 你只是要充满 我们看多少文字 多少资料 表格进来就好 不用一定要整个表格 都要充满整个画面啊 或是充满左边右边 这种通常用在于小表格 像这种就两行的小表格 有时候会用到 看到了吗 好 那我同学请问一下 来同学请问你 这个没有对齐怎么办 我问你 我们讲一两 男生前面这个口 男生前面这个框框 男生前面这个框框 跟校友前面这个框框 好像有对齐哦 你看我们来讲义 那这没有对齐 对不对 那你要改 要怎么改 刚刚本来都放在正中央的 对不对 对 现在呢稍微改一下 要改到哪里 要对齐哪里 对 很好 来去把它选个靠左 这样的话呢 那个男生前面的框框 跟校友前面的框框 就会对齐 就会对齐了 懂我意思了吗 来我们做一次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讲义为主 现在呢我们的表格是有缩回来的 没有错 有缩回来的 但是呢 男生的前面这个框框 跟校友前面这个框框 好像没有对齐 对不对 你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他有对齐 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只要去改一下地方就好 什么地方呢 来我们到上面来 就是刚刚那个九宫格的位置 这里 因为是至中的关系 我们设定了至中的关系 所以呢 他每一格呢 都在正中间正中间 结果呢 这个男就有一个字啊 校友是两个字啊 听懂吗 所以才会导致呢 不一样长的情况之下 框框就没有对齐 所以呢 我们稍微改一下 来 一样哦 表格要整个选起来 像现在就是被选到的状态 来 我们改一下好不好 改成靠左 这一个靠左 按一下这个左边这个靠左 就在正中央 左边的这个点下去就好 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对齐了 哦 你看是不是就对齐了 哦 男跟校友前面的框框啊 哎就有对齐了哈 好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所以呢 基本上 呃 我们要让各位了解 我们的表格 从一开始的制作 慢慢的 一步的 一步的 调整成像讲义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要经过哪些流程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们一起做下来 好 所以呢 各位慢慢的已经有接触到表格一些制作的基本的流程 好 来 来 这边 底下 把设计 这个标签点下去 设计 这个标签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了吗 好 往右边看 会看到框线两个字 高快点 框线这两个字的旁边一个小小的箭头点下去 小小的箭头点下去 請各位从里面选 无框线 看到无框线三个字了吗 把无框线这三个字把它点下去之后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框线通通都不见了 表格还在 只是线条没有了 这样了解了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稍微小小的调整一个位置 什么东西呢 各位你看 我们的讲义 这两行好像很靠近 有没有 我们的讲义 性别跟身份这两行 是不是很靠近 结果呢 我们现在呢 你会发现两个很离 离很远 有没有看到 这两行离很远 好 告诉各位 关键就是你上次有学过的 有个地方 要把它打过取消 记不记得 有 还没有 先把表格选到再说 哦 虽然表格现在已经没有线可以看了 但是呢 当你把滑鼠啊 在性别啊 身份这边晃一下 他表格还是存在的哦 只是线的颜色被拿掉而已 哦 你晃一下呢 表格这个小框框还在哦 各位你看 哦 哦 因为表格是让来存在的嘛 你把这个小框框点一下哦 表格一样要先选到 否则去设定啊 他不会理你哦 来 各位 表格选到以后呢 想一下 上次啊 我们有说 行跟行之间如果离太远了 那么呢 要去把什么东西的打过去去掉 哦 对 想一下 在哪里啊 在段落的功能表里面 想一下 在段落的功能表里面 有个地方呢 打过把它取消 还有个地方要设最小行高 记不记得 想一下 你上次在哪里设定的 哦 当你把这个小表格选起来之后 去那个地方把它设定一下 最小行高 想一下 忘记了 你稍等一下 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做就对了 哦 啊 有些想到的可以先去做了 对 当什么什么隔线被设定时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拿取消 嗯 想到了要不然赶快顾一下隔壁 不记得了哦 好 来我们做一次 你把表格先选起来 然后请到上面来 找到常用这个标签点下去 你才会找到段落的这两个字 就在段落这两个字对过来 这个小小的按钮点下去记不记得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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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其隔線的打勾怎麼樣 取消 還有右上角的行距離有沒有看到 行距就是行跟行之間的距離 底下請你選最小行高 後面是12就不要管它了 只要管前面最小行高 好按確定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兩行幾乎就靠在一起了 這樣子我們又完成了 第一個階段的任務了 將會了 接下來請問一下同學看黑板 考各位一下 現在游標在這邊一閃一閃的看到了嗎 這一行是空的 這一行不需要 我要怎麼樣想辦法讓這一行往上 因為這樣子空太大了吧對不對 多了一個空行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空行刪除掉 讓底下的文字可以跑上來呢 按什麼 按什麼 哦 各位 你的鍵盤有沒有個Delete鍵啊 Delete就是D-E-L-E-T-E 有沒有 很多同學遇到這種空行啊 就不曉得怎麼辦呢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你就讓游標在空行這邊一閃一閃 按一下鍵盤的刪除鍵 那一行就被刪掉了 會了 然後呢 底下的文字就貼上來了 就往上跑了 你的空行啊 就可以被刪掉 所以遇到以後遇到這種空行啊 不要緊張 你就把它刪除就好 讓底下的文字可以往上滴 會了哈 好 繼續 我們往下做 到這裡跟上來了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一個小表格 而且把它設定好了 很好 各位慢慢的對於做表格要習慣 要慢慢的了解 你就知道表格怎麼做 我們後面也有表格的練習 會更加深你的熟練度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盡量的多熟練 來 接下來請把滿意度調查 包括二字這幾個選起來 把這個二 還有這個一點點 還有滿意度調查這幾個字選起來 來請問它要設定成多大呢 是 來同學看黑板 我請問你先不要說 我請問你 依據它寫的那一句 依據它寫的那個調 那個什麼設定的內容 是不是剛剛好跟上面的基本資料是一樣 有沒有一樣 有 來看黑板 像這種 如果我今天是要設定的 跟上面這個基本資料是一樣的 那你不要設定了 你去把上面的格式 copy下來就好 複製格式 這樣知道嗎 來 我們跟著一起做 請注意看 你要怎麼樣把上面的格式 複製下來呢 第一步 先選到樣本 所以各位 你把基本這樣四個字選起來 哪怕只選到其中一個字都沒關係 你就把這幾個字選到 來把這幾個字先選到 樣本要先選好 樣本要先選到 讓它資料是要複製誰的 來請把這幾個字選起來 把基本資料這幾個字選起來 如果遇到這種要用同樣的格式的 你不用再設定第二次 直接去把樣本的格式複製下來就好 好來各位看清楚了 選到樣本了 來到上面來 這裡 就在我們常用的正下方 有個剪貼布 各位找到了嗎 找一下 在剪貼布的上面有隻小油漆刷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小小的油漆刷 滑鼠放在小小的油漆刷上面 快速點兩下左鍵 快速點兩下左鍵 點完兩下左鍵 滑鼠要放開了 點完兩下左鍵以後呢 滑鼠一進來 注意看 你的油標旁邊有沒有多一隻油漆刷呢 要有喔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代表你還要再一次去點兩下才行啊 好來 有了對不對 請你把從二開始 二 小黑點滿意度調查這幾個字 通通把它選起來 選完 手一放開啊 看到沒有 就跟他前面的都一樣了 ok了嗎 阿多一個二怎麼辦 等一下再把它刪掉就好 不要緊張 因為他上面這個一呢 這是屬於雞那個什麼 橡木編號啦 所以他就把它套用過來了 好各位 有沒有變了 變完畢以後呢 你的油漆刷數還在啊 你的滑鼠旁邊還多一隻油漆刷怎麼辦呢 按個鍵盤的ESC鍵去還給他 鍵盤不是這個ESC鍵嗎 對 把它取消 不用再做複製格式了 不用再有那個功能了 所以按個鍵盤的ESC 點一下鍵盤左上的ESC 有沒有看到 你的油標旁邊那個油漆桶是不是就不見了 油標旁邊那個油漆刷是就沒有了 對齁 對齁 所以等一下各位你們如果還不太清楚的 你自己再重新練習一下這個複製格式好不好 好這有時候很重要喔 齁所以呢 來接下來 把這個多的2把它刪掉好不好 油標啊在滿的前面這樣子咧 來看黑板考你囉同學 油標現在呢在滿的前面一閃一閃對不對 對 我要把油標前面的這兩個字刪掉 我要用鍵盤的哪個按鍵 對 不對 來個 油標一閃一閃 再滿這邊的前面一閃一閃 你如果要按刪除鍵 它會把油標後面的字刪掉 我要刪前面對不對 所以不能用刪除鍵 要用往前刪的按鍵 往前刪一個叫什麼 好,faker space,找一下 找不到的,趕快請同學給你講,在哪裡 所以你要把游標前面的字刪掉 記得點那個鍵 好,現在呢,試看看 用faker space,把前面多的2把它刪掉 有沒有看到,是不是刪掉了 你按錯了,後面的字就會被刪掉 如果刪錯了,趕快復原 復原的快速鍵是什麼 來,我順便教你 忘記快速鍵的關係,看這裡 這個就是復原鍵 復原的按鈕,你做錯了 趕快過來點一下這個復原的按鈕,對不對 這個復原的按鈕在這裡 做錯任何動作,趕快過來按一下這個復原 它就還給你了 那你就用Ctrl按住,點一下G也可以 快速鍵 復原的快速鍵 把Ctrl按住,把G點一下 這樣子也可以復原 好,各位呢,高中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存檔按哪一個按鍵 存檔按哪一個 這一個,這一個,看哪一個板,正好在這裡 就在復原這個按鈕的隔壁,按一下存檔 好,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從這邊繼續往下 好,幫我看一下燈,謝謝 謝謝